见见伊甸一家 灰暗版 特里伊甸和琼伊甸结婚已经二十年了 儿子叫本伊甸 今年十六岁 一家人住在密德西尔郡的一幢独立式小屋 最近更装了太阳能光服版 应当能在未来的二十五年 给他们赚一笔 这是琼想装的 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可能造成北极熊的绝种而感到内疚 所以宣布全家都要节能 琼还装了宝能淋浴限制器 清晨七点半就听见特里在淋浴时大声的嚷嚷 凉死我了 原来这种淋浴限制器 每次都把淋浴成本控制在十遍室内 夏季供给八分钟的淋浴是足够了 但一到寒冷的十一月清晨 时间就少多了 儿子弄不明白怎么老爸到现在还不知道 重新开关淋浴熔断器 就可以重新设置系统了 但他才不说呢 不然老妈发现后 他就保不住自己那二十分钟的淋浴时间了 特里同意这么做 只是因为今年冬天的能源成本又涨了百分之二十 但看到淋浴时那冻得发紫的皮肤 张家看起来似乎就不算什么大事了 为了确保自己没白牺牲 他查了智能电表 却发现上面显示着可怕的红光 这意味着今早已经超出使用限额了 电费已经是正常费率的两倍 穷边吃早餐边抱怨说 早晨高峰期时用吹风机吹头发 引发了超额收费 特里不知道是应该为穷也被新系统惩罚而感到高兴 还是为能源公司又从他们手上炸了更多的钱而生气 他选择了后者 因为这和早晨的心情更加吻合 他们加入的智能更换在线服务 会通过定期更换供应商 使用实时定价信息 本应该能帮助他们一家省钱 特里在签合同时 觉得这种服务听起来很棒 但是帮他们选择最佳方案的软件代理 似乎认为他们会像机器人一样 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他们不按预期的生活方式来做 就省不了钱 根据智能店表 衣服最好是下午脚早的时候 或者午夜与次日早晨六点之间洗 但是晚上不能洗衣服 因为会吵醒特里 穷一周有三天在家工作 所以只能是午饭后洗衣服 再取出来烘干 这些活原来都是由儿子负责的 但他白天要上学 所以就躲过去了 至少有人从中获益 穷一边放洗衣粉 一边孤弄着说 特里觉得对他最不公平 由于监控账单所产生的新家务都成了他的活 自己一半的时间都在查软件和智能店表 就为了知道智能更换软件 为他们实时所选的能源方案 他不喜欢这种连自己家都无法自己掌控的感觉 但是看来也只能先放弃控制 希望看到每月收费账单时 能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没错 他之前还认为以前的账单就够让他头疼的了 现在更是弄得他云山雾罩的 全家上周新买了个冰箱 是智能更换为他们选的 但款式不是他们的最爱 儿子想买有制兵器的 但是选择那种款式的话 电费账单就打不了折了 电冰箱带有智能冷藏室 但只有在蓄电量低时才工作 全家周末都得了肠胃炎 特里觉得这一定是冰箱惹的祸 想把它退掉 但是琼说他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但有件事他却绝非无理取闹 邻居的风轮机每在起风时就会很吵 而这通常就发生在他和琼准备睡觉的时候 伊甸家和邻居瓦兹家关系还不错 这就是瓦兹一家 嗨瓦兹 虽然瓦兹家抱怨屋顶上的太阳能板真的很难看 但得知太阳能板让伊甸家大赚了一笔 就立马给自家安装了风轮机 但机器的噪音却挑起了事端 凯罗瓦兹说他们没听到任何噪音 而且找制造商来检查时 工程师说一切正常 他说风轮机不能关 否则安装花的钱根本赚不回来 眼下两家的关系陷入了僵局